老师好 我是365城光宝贝街的小如 我因为患有脑瘫 从小就被父母遗弃了 找了一个养母 让我去农村生活 养母家的条件不好 他们有三个孩子 可能是因为养母 她照顾过来的孩子 所以我没有得到爱 在养父养母家多长时间 十几年 这十几年你过得不快了 对 因为他们养那三个孩子 都养不过来了 对 但是你现在看 你的状态挺好的呀 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波折吗 是因为我遇到了我的妈妈 亲生父母 不是 她是宝贝之家的爱心妈妈 你是说你在养父养母之后 又遇上了一位 带你如亲生女儿的妈妈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我们掌声有请赵妈妈 大家好 我是365城光宝贝之家的 创办人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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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特别清楚04年 我开始带着我女儿做义工 然后就接触上了这些残疾孩子 做了一年之后呢 和这里的孩子也是产生了感情 我就萌生了 我说如果自己也会有条件了 我也创办一个这样的家 给孩子们当妈妈 去照顾他们 给他们爱 你把生意停掉了来办债 对 当时没想到说工医要花多少钱 我以为就像自己家过日子一样的 但是这十多年走了之后 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花了不少钱 太多了 欠债了吗 不欠债 我把我自己房子卖了 那家人有怨言吗 有 你想对你孩子说什么 珍珍 对不起 妈妈因为工作 陪伴你的时间特别少 但是你现在大了都是了 你也特别理解妈妈 可能这些时间换不来 对你的陪伴 但是也希望你能够记住 妈妈做了一生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事情 也希望你以后能像妈妈一样 去来关爱和帮助这些孩子们 现在宝贝之家有多少个孩子 现在还有21个 21个 年龄大概 现在最小的是7个月 啊 7个月 对 都是弃婴 都是弃 对 我自己也正式收养了4个残疾孩子 其中有一个是出生 7天被父母遗弃之后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拉扯大 现在他已经8岁了 上小学3年级了 我大概知道你今天的心愿是什么 这是你的心愿 还是小如的心愿 都是 好 来 把你的幸福心愿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 宝贝之家 不再搬家 不再搬家 来 请回 宝贝之家不再搬家 最短的时候是8个月就要搬一次家 每一次搬家都让我焦头乱额 搬家张妈很累 我们刚住习惯了 然后就有丢丢板 所以很不识 那你说一下 你想要的宝贝之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们尽可能能够帮到你 就是能让我 赵妈妈 我们一家人 还有弟弟妹妹们 住在一起的房间 那大概是多大吗 目前现在租的是600多 那我们听听这五位 能够对你们的幸福心愿 有什么助力 我先说一句 因为我跟赵丽萍认识好多年了 认识十多年了 十年了 你跟他认识好多年了 因为我们有合作 他们有一些个小孩 那个先天性白内障 是在我们医院免费做的 是 这次我们二目眼科 先捐两千 谢谢